攀石提高 筆劃少嘛 我通常會往右上角提 看起來比較高 然後這個旁邊的攀字 現在上面有一撇 古代都不寫那一撇 所以可以不要寫 不寫那一撇比較方便 因為這裡可以伸展 如果寫那一撇這裡就沒辦法伸展 然後撇準那長 好 細 好 這裡寫的比較 沒有拉長 沒有刻意拉長 你覺得待會右邊 皮畫多 它是可以做伸展的 這邊做伸展 這個皮 也做伸展 所以那個水沒有刻意的拉長 1 這裡面因為上下兩個字都一樣 所以你稍微有點粗細輕重 比如說這上面這一個寫的比較輕 下面這個寫的比較重 讓它做點小小的差別 因為實在太靠近了 這長度也讓它不一樣 左 左 左的仁字旁 竖畫不用太長 等一下有個皮 這裡是斜度 這裡會有個皮 這個皮會穿過 所以如果它伸展這個就穿不過 就只能寫短 萬一真的寫長了 那也沒關係 要靈機應變 一個字會有很多種的解體方式 你可以自己去改 十 十方便日就不要寫太大 好 右邊的四 佔三分之一 就是它的腳要長一點 點也不用太小 它在偏上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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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鍋要靠前面一點 紅 三個 三個部分 所以盡量寫短 然後除了短以外要有高低 底畫上面要有高低 有些高有些低 我們也是很多寫法 那現在的寫法下面是寫一個大 然後這要分高低 剛剛講低高低 這邊生長 這邊生長 那鍋 還是要靠裡面一點 因為這裡面是主結構體 鹽也是有兩種比順 好 這邊做出去一點點就好 下面凹過來 做點單的粗細手筆 如果你要寫高 勢必這個 不要拉太寬 這樣高 然後下面 因為如果我要寫的高的話 下面這個符合鉤就不能拉出去 拉出去就會變扁 所以想長高我就讓它縮短 那這樣這個字就會長高 前後不用連喔 因為它感覺被這兩個天線穿越 如果通連裡面就會變成監獄 一個一個一個的欄杆 那它還是很多縫隙 副 副古代的字跟現在不一樣 古代的副 少一撇多一 多一撇 少一撇是上面沒有這一撇 那多一撇呢 多一撇是多下面這一撇 現在的副是單一隻腳 古代的副是兩隻腿 對呀 餵 雙人旁 一短一長 短一點 好 上面的山拉長 它這不會錯過那個可以拉長的機會 下面因為結構的關係 這裡有個樹鉤 它會拉得比較長 那這裡是結構的關係 筆畫樹的關係 寫的筆畫只有四個筆畫 所以它寫的小 只有這個鈉還是可以往外拉開 蛋如果要寫挺一點 倒是可以把這個日寫高一點 那如果你寫約 這個蛋就扁了 那另外這個長痕不要拉長 它也會長高 如果拉長 這個字又變扁了 數 這要降低 因為筆畫少 上面的兩個貨 能靠近就靠近 能靠近就靠近 這一個筆畫就是要拉開的 這個筆畫就是要拉開的 這個筆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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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 中間不用那一盒撇 如果你要撇的話 就要預留空間 環 環 右邊 右邊沒有竖畫 所以 遇到這時候 左邊的竖畫會比較長 右邊沒有竖畫的話 左邊的竖畫倒是可以伸長 橫畫會提的比較高 所以你這裡要伸長 這樣才有支撐的地方 工在九層工出現 寫得非常的小 靠得非常的近 感覺就像那個 石頭一樣 端座在那裡 以前的框上面不寫一橫 都寫一個點 這樣比較好看喔 這裡才是 真的它的框 這樣看起來長得比較高 比較好看 我拉上面這裡拉一橫 怎麼看都很難看 撇短 腊長 應該不是我要的 我想選裡面就是 在這一篇 九層工裡面 都是這個樣子 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寫喔 但是至少 九層工是這個樣子 是這個樣子 要會這樣做 是這個樣子 然後是這個樣子 可以稍微 還有這個樣子 可以稍微 這兩橫最好是偏上面 下面還是挑高會比較好看 他有寫過所以我們就照著歐陽巡當時的寫法來寫 九春宮寫過的符 他把它寫得比較寬 我覺得太寬了 比較不符合他這一篇的原則 所以創作的時候我會略為靠近一點 因為圓詞寫的時候左右分得太開了 上面這裡寫得比較短 我覺得寫得比較長 比較符合他這一篇裡面的統一調子 請 那你就要把字靠近了 往中間靠 往中間靠 好 好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